音乐 一直以来我都在做这当代文学研究 那作为研究者我知道文学奖的重要性 也知道文学奖的脉络 像是台湾在70年代末开始 就有两大报文学奖 而马来西亚从90年代初 就有花中文学奖 花中文学奖也是 马来西亚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奖 于是我想知道 我从一个研究者 转换成一个创作者的身份 在这个脉络底下 我是否也能有所回想 我得到了一个研究者以外的身份 也对创作或对于写散文有更大的笃定 在那以后我也接到了新洲日报 长达两年的专栏邀约 我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 但第一步就是从花中开始的 目前我已经探索了散文的我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想要探索写小说的自己 那时候我就有可能再参加花中 看到影片的大家 把作品拿出来吧 花中在等你